今天的任务有点重啊 我们来说一说用户这个分组 一个公众号里面的用户 可能是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 不同行业 那往往我们为了更精准的为用户服务吧 需要提前把用户归类到不同的组里面 比如说你要把你们班里面的一个男生归一组 女生归一组 或者说按照勤势 那个勤势归一组 那公众号里面就支持这个功能 一个公众号里面最多可以创建100个分组 分组的操作与素材其实很相似吧 是增判改查 我们先看一下如何创建一个分组 这个接口描述的其实很简单 host给微信服务器一个阶层格式的数据就好了 包含两个字段 一个是票据 一个是分组的名字 也就是这个name 我们先把这些接口 这些地址配置上去 然后再来实现这些方法 首先是创建分组的这个 也要地址 我们到WeChat点击S里面 再增加一个属性吧 叫做group 那第一个是create 创建这个分组 那第二个是查询 这是这个get 那这里就是get 第三个是查询用户 他所在的这个分组 所以是get id 我们管它叫做check吧 还有一个修改分组 把这个修改分组名 是update 移动用户的分组 移动用户的分组 这个路径是members update 我们管它叫move吧 还有什么批量移动用户分组 这个叫做batch update吧 可千万不能念成batch update 那就好像是在物化米信啊 不太好 然后删除分组 delete 上线里面我就不小心啊 就是这种复制粘贴 把它里面这个路径都给粘错了 所以一定要小心一点 这个叫做del吧 然后就没了 那接下来就来增加这些方法吧 group上面增加这些方法 一个是创建 对吧 到最底下 首先是这个create group 它只需要一个参数 就是name 这个组的名字 然后这里是地址是group create 然后增加options 里面是一个group 然后有个name 然后就完了 接下来是获取分组 这里是getgroup 我们也把它写成fetch吧 统一一下好了 fetchgroup 拿到这个地址 这是fetch 没有这些options 这里要看一下文档啊 它这个是 get的行求 所以这个post method就拿掉了 也不需要传递数据 就有一个简单的概率请求 我们还要去改一下 这个fetch 把这两个get变成 这个第二个不用改 第一个改成这个fetch 这样就跟这个素材里面的fetch 是同一了 获取资源 然后增加这个check方法 来看这个人是在哪个分组 checkgroup 它接触的参数是openID 用户的openID 所以这里传进了一个openID 所以这里面的options 是一个openID method是post 以及这个body options 写成options有点奇怪啊 把它写成这个form吧 这样就通俗一点 就感觉好像是post 过去一个表单一样 OK 然后就是更新分组 这个就是update 更新分组的文档里面呢 传一个分组ID 然后传一个name 这个ID呢 是微信这边分配好的 在第一个呢 传这个ID 第二个是分组的名字 就改名呗 那这里就是update 这个form里面呢 传的是group 这个group里面需要一个ID 需要一个name 然后其他的就不需要变了 然后就是移动分组 movegroup 移动分组的文档里面呢 需要一个openID 用户唯一的一个标识符 需要一个togroupID 那标识要移动到哪个分组里面去 所以这里面呢 第一个依然是openID 第二个呢 就叫to吧 简单一点 那这里的地址就是 我配置好的这个move 这个post的数据里面呢 是有一个openID 还有一个to 拷过来吧 敲的话容易出错 哎 好 这里是这个to 有了 我们这个error这里也要同步一下 这里是movegroup 这样有错误的时候呢 我们也知道是 哪个方法里面出错了 这个是updategroup 我这块的错误都没有进行catch啊 是应该catch一下的 就补货一下 那这个是check 这是fetch 然后create 好像我上节里面也是没有加这些catch的 我们就加一下吧 当程序崩溃的时候呢 至少你把这个错误给捕获到 统统开启一下 然后是badge 哎 在这 统统开启一下 很多个啊 都要替换一下 那有了这个移动呢 还有一个p量的移动 学位线的接口还是提供的蛮多的 所以便于你非常精细化的去控制啊 所以这里是badge movegroup 它传的这个参数呢 有一个openid list 是一个列表 也要有一个上限 不能超过50 就是说你一次移动 不能超过50 这个啊 虽然它提供这些接口 但有很多这些限制 挺恶心的 然后第二个是groupid 不用变 所以第一个是openidf 是个列表 那么这里呢 是要有一个openid list 对吧 那直就是传记载的openidf 第二个就不需要变了 然后就是这个地址 其实 这个移动分组和这个p量移动分组 是可以合起来的 写成一个的 我们就判断这个openidf 是不是一个数组就行了 对吧 如果我们传记载是一个数组的话 那就是一个p量的嘛 这样就少写一点代码 把这个ur拿出来 其实在这里面判断就行了 那如果是一个数组的话 那说明是一个p量的一个操作 那不然呢 就是一个单个的操作 把上面这个烤下来 同时它里面post的数据也不一样 单个的时候 post数据的这个form是一个openid 但是p量的时候呢 它就是一个openidlist 是吧 稍微改一下 给它一个初始值 这个初始值就是要移动到的一个分组 然后这里把这个个性化的这个值 交给它 OK 那这个p量移动就完成了 还要把上面这个删了 这个单个移动就删了 所以我们调的时候 直接调这个movegroup就好了 那传的第一个参数 如果是个数组 所以我们要p量移动 否则就是单个的移动 然后就是删除分组 我们就能够移动 然后我们要帮助 走 然后我们再给它 估计 放松 下